大家晚安 我是五屆 又到了改島的時間 從地圖上來看我們目前已經完成了這些區塊 已經快要完成一半了 今天要來做的是左邊的這個區塊 這邊要來打造遠人的家 大家有沒有看過我之前在二島改島做過兩集 關於佈置沙漠場景的影片呢? 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要重現這兩個場景 但因為地形的關係我這裡會做一點小修改 為了不要每集都讓大家看我挖山壁鋪馬路 這一集在開頭的時候我就已經把地面全鋪成沙子了 遠人的房子我蓋在這邊 為了做出綠洲中間的湖水 我先用石頭路地板鋪了預備要挖成湖水的形狀 這個形狀是遠人的頭形喔 跟我說這是大便形狀我會生氣的 另外會發現湖的旁邊長了一顆石頭 我把我原本做好的礦場石頭都給打碎了 因為我現在已經不像剛開始玩的時候很缺礦物了 石頭就可以拿來當作風景佈置用了 挖好湖後我們就來種植椰子樹吧 大棵椰子樹種完我們再來種小棵的 大棵椰子樹種完我們再來種小棵的 看一下喔 觀察樹的生長狀況來調整他們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喔 一邊用果樹卡住他們的生長 一邊調整他們之間的位置 盡量讓畫面看起來自然一點 接著我們再來種植一些灌木 種上一些紅黃三色景 家具都還沒放 光是種這些植物是不是就很好看了呢 把熊火鶴、雌火鶴用不同角度裝飾 加個低矮庭園石 跟常見庭園石 在湖邊 最後我們再用馬利歐系列家具的火之花 火之花在顏色上跟紅黃三色景很類似 但因為它的分類是家具 所以它可以半格半格的移動 就能做出跟三色景錯開半格的景象喔 這樣綠洲的部分就完成啦 遠人家門口放個仙人掌組合 遠人家裡的裝潢就是沙漠與星空 配上狂歡節的家具非常合適 我們先在比較空的地方放置兩個狂歡節舞台 狂歡節撒紙片機 營造歡樂氣氛 另一邊來放狂歡節燈 這次為了搭配圓人房子顏色 我所選用的是紅色羽毛系列的狂歡節家具喔 房子左側來放個狂歡節旗子 狂歡節掛旗則放在舞台的後方 河岸邊先種一些灌木來填補空間 意外很像空界狂歡節洋傘 這次會把所有狂歡節家具都用到喔 狂歡節路邊攤放在這裡 放兩個椰子水在台子上 狂歡節打擊樂器 說到遠人我們就會想到的螢火 設置兩個火把 炊火與野岩飯盒 這些有火在燒的東西都很適合裝飾喔 放一些狂歡節氣球來圍繞這塊地吧 狂歡節氣球真的是個超棒的家具喔 這裡看起來有點亂的地方 我們就放個狂歡節掛旗擋起來 這邊再補一些灌木 狂歡節一定要有的狂歡節花車 圓圓房子左側這裡的空間 我們來放個狂歡節燈 再加上一個圓木裝飾架 架子上面我們再放個土坡鼠先生來裝飾一下 這裡放個圓木長椅 陽傘下面放個圓木凳子讓大家休息 又到了種花時間了 這一次我都會使用紅色的花來裝飾喔 三色景 風杏子 波斯菊 波斯菊 雖然佈置的差不多了 但覺得動線沒有做出來 所以我要再用之前下載的不規則磚 來鋪在家具下方 在家具下方 再用大小的香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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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空间感就更明确了吧 这边我摆了一个金字塔与人面诗身上 再搭上一只蝎子模型 适合沙漠中的家具其实真的不太多 我们再继续种植玫瑰 银莲花 桥的这一侧我来放个往机场方向的告示牌 用原木桩把缝信纸围起来 左上这边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布置 我决定在这边打造一个神秘的场所 加上金字塔世界还有很多谜团 把这些谜团都放在这块地一定很精彩吧 像是纳斯卡县就很酷啊 也很适合在沙漠中出现 巨石阵 杯碟也都让他们出现在这里 这次为了用纳斯卡线条 我有找了几个设计 除了刚才的那个设计外 这边还有一个超大的纳斯卡线设计 也分享给大家喔 但考虑到格子数我放弃了这个超大纳斯卡线 最后我选用的是这个设计的纳斯卡线喔 总共三种款式大家自己挑喜欢了吧 这里还有一点空间可以来进行布置 我想要营造一个事故现场 一台车子在沙漠中拋锚后被遗弃在这边 长得很像废弃车的月球车 放个废汽油桶 轮胎堆 更多的汽油桶 橱油桶 再放个告示牌在这 轮胎玩具很像放太久被沙子买起来了吧 河边放一个吊床吧 最后我们再用碎砖铺出一个路线 来增加神秘感 好像以前这里曾经有故文明一样 这次的改导就完成了 O mean A is a 中文字幕提供 是從二島那邊搬過來的 另外我做了一些小調整 並增加了一些神秘的元素 希望大家會喜歡啦 下一集會改造兩個小空間 分別是露營地 還有島上的地球防衛基地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或留言告訴我你們的想法喔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